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节目是当时陶哥做了一期节目 这是在四川的广德出现的7月28号 7月28号那天7月29号习近平露遍 对不对 这个挺绝肿 7月15号习近平出世 我们先讲7月15号习近平出世 7月20号习近平去了越南大使馆 因为是姓软的那个哥们死了 然后7月29号习近平见了东蒂文总统 对不对 大家要能理解这意思 时间是个神 陶哥要跟你说的是这意思 而7月28号的时候 当时在出现报的这篇内容 而他真正出现三个太阳的时间 是7月26号 我们就前后这个故事对应就这么出来 7月26号即7月29号习近平露面 是三天 那三日并出 三日并出者国君必亡其位 叫孝经内计 那有关三日三个太阳的出现 当时这个广德这个是最明确的 推避图的作者也非常明确 这就是君王 就是王军之道 就王军之想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在有关出几个太阳 出几个太阳 我们当时跟大家说过 广德这个三个太阳是太 就是原来那个三个太阳都是什么 其实有着光运光环的那种成本 这三个太阳出的有点太直接了当了 但他的日子时间很特别 很特别 结果在这个 在这个有关说出多个太阳的时候 他其实在古老的说法中 就是一个太阳 两个太阳 三个太阳 然后就是多个太阳 这个多个太阳 包括四个五个六个 有这个说法 结果在网上出现另外一个 不都会订阅的那种 官方馆的这种 都是有这个 婚相 都会访半年 在网上出现 什么 我只是供应 其他预算 公司 正好 那种 一种 我只是供应 我就直接跟大家放的是六个太阳 就我跟大家放这段视频 我又就是给插播里头 这是在成都 他说在成都在四川的华西医院拍的 那这是出了六个太阳 这六个太阳就有点过分了 朋友们自己去判断这个真伪了 那这里面呢他就提到说 如果有三个太阳的话 叫白红直通天顶的话 那就出现冰乱 不过他说不出三个日 这是禁书天文志 不出三个月 那诸侯要争作皇帝 马上要分裂成为小国 这是这个朋友引用的他查到的资料 叫德润传媒查到资料 那同时他有贴另外一段话 在春秋尾里面 三日病出天子卓 被废竹的竹天子竹 数日病出梁祖征 2024年燕征 数日病出超过三个 一般讲就是六个 那梁祖征 那今天呢 习近平就真假 习近平 这就成为了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说法 所以在这个叫金房 粘呢 叫什么呀 粘谱的粘大概 两日两个太阳三个太阳 并出天下作兵 并且也主三四六为主力 所以都有 太阳都出到六个 没有没有再高的 没有听说再高 这是这是真的 这是昨天18号出现的 那18号出现三个太阳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 19号今天 今天习近平对吧 习近平露面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 就是在这里 7月28号出现三个太阳 7月26号 在四川出现三个太阳 三天之后 习近平建的东地文 那这是呢 一天之后 我们知道 他再次国事访问 就是再次有关国事访问的活动 出现在这个 越南的主席 越南总书记身上 而这两次出现的都在 就是习近平的现身呢 都在说真假习近平的问题 那这一次出现的 我们知道就显得更加的特别 就是几乎可以说 可以断定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做法 习近平出状况 这是肯定的 而出状况本身呢 已经惊动 已经惊动了 这个彭丽媛 惊动了 就是彭丽媛也参与进去了 蔡奇也参与进去了 就是满朝 包括齐家都参与进去了 代表这种大乱 我眼睛大乱 而这种大乱呢 却应对了另外一个 就是涛歌常说的 七的定数 七的定数 在习近平身上 表现的淋漓尽致 OK 今年 6月15号 是习近平71岁大寿 就是说他过了 过了70岁 对不对 但他过了70岁的本身的 71岁的大寿的本身 一个月之后 他出事的 就是6月15号 到7月15号 三中全会出事 没错了 这个时间上很准 所以那一个月呢 往往被人们在 技术时间当中 都是一个过满月 对不对 都是有这个说法 但7月15号之后 到了7月29号 他过了14天 他过了14天露面 那是正经八百的露面 大家开始出现 比较明确的争论 就是他见 东敌文总统 那个 因为在 在7月20号的时候呢 他采了一个特别的日子 说句实在话 7月20号 是习近平对 就是中共对 法轮功迫害的日子 所以他是五天之后 出现在越南大使馆 那个是一个 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这个特别的日子呢 他突破了7 说句心理话 他突破了7 但是在 14天的时候 两个7 他出现了 7月 29号 到8月19号 这是21天 这个 这出现了三个期 这没错了 对不对 这是没错 过完生日 一个月 出事 出事 再过14天 他去验证真假 再过14天 再过来 21天 再次验证真假 几乎人们认为 那习近平是出状况 所以两个期 三个期 在一个期上呢 没有看到太多 7月22号发生什么 好像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我没太 起码我没有太注意 7月21号呢 是拜登辞职 拜登退选 那 有关7月份的东西 其实涛哥就跳过去了 没说 很有的说 但确实没有说 那 可能就 人有时候不让说 就不让说了 那 那将 所以三个期 两个期 三个期 到了今天 7月份有31天 所以 7月29 30 31 今天是8月 8月19 8月19 你加上两天 不是21天 人家说 不过如果你这么算的话 能算出习近平出世的日子 加上四个期 在今天往后数28天 往后数28天 9月16号 9月16号 就有可能出状况 这28呢 是个挺绝对的数字 真的 非常绝对 这28节期是暗示 两个节期 是14天 14天 所以28天是一个非常绝对 这个数字 在疫情期间 肯定很多朋友经历过这案 对不对 你隔离14天 隔离7天 隔离14天 当时最长的时候 隔离到21天 没有人敢去隔离28天 没有人敢 碰这个数 昼王完结的时候 这个女娲要毁她的时候 她有28年 其实是这么对着来的 大家要能理解这个意思 其实是这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呢 就是指三件之内 28 4728 四个期 四个期在人上说 东南西北 四方 对不对 在天象上说 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对着期 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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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对应着28星宿 那28星宿 是 朱雀 对应着 七颗星 七个星宿 七个大星云 星团 那 白虎 对应着七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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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 对应着七个 玄武 对着七个 这就是28星宿 28星宿 代表着神界 居高的神界 控制人 人的精华 就在这 那 反衬过来 返回到 78天 就是 这个 七天 七天 28天 非常关键 这个 这个 连 连YouTube上 去 技术 给你技术 分析资料 什么 都是22 28天 算 所以 所以 在我眼睛里 你可以不相信 这是习近平的天术一道 当然说 陶哥 如果这个 9月16号没出事 没出事那就没出事 没出事就说 说明背后的力量更大 就是有着某种事情更大 但现在看习近平自己会有什么事 就是被迫会做什么事 一项 两项 三项 其实 我不知道9月16号是不是还有谁来 国事访问 不知道 咱们不知道 但是 他现在的状况 真的就是这么状况 按道理说 他走不出这圈去 所以 从出太阳的故事 看法 人说 那你逃个不对 那你7月26号出了三个太阳 是7月26号 你今天是8月10 距离7月29号 是三天 那你现在 8月18号出了六个太阳 距离这个 8月19号差了一天 再往后就没了 310 310 到头了 如果这么说 很有趣很有趣的 很有趣很有趣的 大家不信呢 就听笑话 当笑话听 但是在我眼睛里呢 人说出完这事 出完这事就出大事了 全乱了 大家以为是全乱 全乱就是不好的人 遭到惩罚 真的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 比格斯的故事 原因就是 在我眼睛里 很多东西 它是那么回事 感谢 感谢朋友 的知识 感谢朋友 的知识